事情还要从上世纪80年代说起 说是1989年 河南省交通厅新任厅长曾锦诚 自打一上任就开始每晚做噩梦 白天醒着的时候也经常莫名其妙感觉不安 和心腹手下沟通后 亲信给他反映了一个情况 交通厅对面的郑州炮啸 有几门大炮正对着办公大楼 曾锦诚听到后 马上到楼顶查看 果然有几门黑幽幽的炮口映入眼帘 曾锦诚顿时有一种毛骨悚然的感觉 这恐怕就是噩梦连连的原因所在 他马上找到炮啸的领导协商 提出愿意给付100万元人民币 让炮啸将炮口调转 没想到对方一听他的要求 立刻明白了其中的关键 竟然狮子大开口索要500万 曾锦诚听到这个数目 当场翻脸 抚袖而去 后来双方几次讨价还价都没有达成共识 一晃 时间来到了1993年 曾锦诚因违纪违法被免职 1995年因贪腐被判刑15年 曾锦诚被免职后 接任他的新厅长叫张昆彤 张昆彤上任之前就听说了炮啸的事 因此一上任就和炮啸方面进行了积极的沟通 表示愿意出500万让炮啸的炮口调转方向 但500万已经不能满足炮啸 他们给了个一口价2000万 张昆彤听到这个数字倒吸一口冷气 他和前任曾厅长一样当场翻脸 拂袖而去 此后的几个月 双方不断扯皮 最后炮啸方面的领导一商量 不给钱 行 他们将学校里的九门大炮 全部调转炮口 对准了交通厅大楼 时间转眼来到2001年 张昆彤因受贿挪用公款被判出无期徒刑 张厅之后是十厅 十发量 前两任厅长都因炮啸风水落马 让他心中忐忑不安 原想着共产主义者怎么能搞封建迷信呢 可这事就像块大石头一样堵在心里头 不挪开怎么也不自在 但要是去找炮啸谈 有前面曾厅 张厅的经验 2000万这个数字肯定打不住 说不定还得翻翻 经过高人指点 十发量有了应对办法 本着一家人伤不到一家人的原则 所有交通厅职工 即日起必须着军装上班 一时间 交通厅职工们的着装 成了郑州市民茶余饭后谈论的焦点 然而指点十厅长的大师 恐怕学艺不精 十发量很快于2002年被双规 2006年因受贿被判出无期徒刑 此时三任厅长因炮啸风水落马 已是圈中无人不知的秘密 2003年又一任交通厅厅长安徽元走马上任 他上任第一天就开始解决炮口问题 马上划拨了一大笔钱给炮啸搞基础设施建设 炮啸这次也不含糊 马上调转炮口方向 并且做出郑重承诺 只要安厅长在任一天 我们就绝不会调转炮口的方向 但安徽元还是不放心 又把交通厅大楼反刷成了蓝色 其中的逻辑是 炮是火能灭火的就是水 而水是蓝色的 指点安厅长的大师很有道行 安徽元不但在担任交通厅厅长期间安然无恙 后来还加官进爵 虽然2011年时被免了职 不过他的官场生涯最后以安全着陆告终 安厅长上调后 就任的新厅长是董永安 董厅 他一进办公室 打开窗户一看 果然炮口又调转回来了 意思很明白 打钱 但这时候已经不可能打钱了 多少眼睛都盯着呢 经过多番谋划之后 董厅长的应对之策最终出炉 他找施工队在交通厅大楼的楼顶 加盖了一个巨大的钢盔 用意和炮啸的炮口对峙 可惜这招最终没有奏效 头盔毕竟只能防子弹 防不了大炮 一年后 董永安落马 因受贿罪被判处无期徒刑 一个炮啸干翻私任厅长 没想到中共反腐运动的第一力气 竟然是炮啸的几门大炮 这事儿最后还有个尾声 就是交通厅大楼最后终于整体搬迁 摆脱了让人头疼的风水问题 可惜新交通厅大楼 也没能给领导们带了好运 搬迁后不久 一位副厅长杨廷俊就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立案调查 山东省汝山市统计局一名公务员 因为对干部任命不满意决定报复同事 他在网上购买了刺激母猪发情的激素 从2017年8月开始 他通过针管将催情药注射到统计局日常喝的大桶水中 导致多人身体健康受到影响 在两年多的时间里 所有人都不停长肉 有的人脖子肿得像水桶那么粗 从后边看头连着肩膀就像没长脖子一样 男同志亢奋 在办公室里大白天脸色通红 不动弹坐着也是一身汗 女同志月经要么一来半年也好不了 要么半年也不来 有几个50多岁已经绝经的妇女竟然又来月经了 两个在此期间生产的妇女 生下的孩子体重都有10斤多 不仅基层公务员身体出问题 统计局局长李洪飞也因物食饮水 脖子肿得像没有脖子一样 他到医院检查后 医院发现他体内的黄体酮等激素严重超标 研判是接触到给母猪催情刺激交配用的药物 才导致此情况 报警处理后 投毒的事很快告破 此案被曝光到网络上引起热议 汝山市公安局原本证实过确有此事 还表示已抓到嫌犯 后来激素投毒案成为网络热点 官方通报又改口说确实有人往水桶中注射了药品 不过并不是母猪催情激素 网络上的传言多有夸张不识成分 但案件的真相到底如何 直到今天也没有任何后续报道 1991年某天 广东商人王渊来到内蒙古赤峰谈生意 谈完生意后 他到一家小饭馆吃午饭 并点了一份饺子当主食 广东人口味一向清淡 所以吃饺子时没有占任何佐料 当时一伙警察正在餐馆包间喝酒 庆祝上司高签 其中一个警察出来拿酒 看到正在吃饺子的王渊就走过去搭话 问他为什么吃饺子不蘸酱油 这让王渊感到十分唐突厌烦 他随口回怼 我顶你个废 我蘸不蘸酱油关你批事 警察虽然听不懂广东话 但对方的态度他却看得懂 回到包厢后 警察把事情一说 大家都觉得王渊太嚣张 必须给他一个教训 于是乎就在王渊吃完饺子 准备离开时 警察们一哄而上将他逮捕 说他涉嫌盗窃 还将他关进了看守所 王渊不断辩解 警察们就笑道 谁让你吃饺子不蘸酱油的 王渊在看守所 一关就是一年多 1993年 一位检察官来视察看守所 发现王渊的案子很蹊跷 调查之下 终于发现了这起 吃饺子不蘸酱油案 1993年 警察张某某 因滥用职权等罪名 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 王渊则于1993年2月被释放 并获得当地政府24万元赔偿金 2013年11月5日上午 山东临沪苍山县公安局 来了一群大人物 一辆无牌奥地车和一辆无牌别克车 气势汹汹闯过公安局门岗 直接将车停在公安局的办公楼前 随后从车上走下来五个身着军装的军人 这五人兼扛大校 上校等不同军衔 手持军官证 他们禁止走进公安局政委的办公室 宣称他们来自中华人民共和国特殊监督机构 来向公安局长蔡纯良宣读一号首长密令 要秘密带走一个犯人 当被公安局有关人员追问密令详情时 为首的军官勃然大怒 指着对方的鼻子骂 你懂不懂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密法 回避 全部回避 双方交涉时 为首的军人不断口出狂言 我只等你们蔡局长 哪怕侍卫书记来也跟他没关系 过程中 军衔为上校的人还不断跟首长通电话 并把电话递给公安局政委 说首长要与他直接沟通 首长在电话中指示 他派去的人在执行机密任务 只能向局长一人传达 军人们这副嚣张不可一失的态度 确实很像回事 但他们穿的军装却引起了公安方面的怀疑 高级军官不仅没有资历章和姓名牌 警卫员也莫名其妙在腰间别了一把手铐 不过中央秘密任务 军人这些要素结合在一起 公安局的人处理起来还是不得不万分谨慎 万一是真的 那后果可不堪设想 这边公安局的人设法稳住这伙军人 那边民警们开始侦查院里的两辆汽车 结果发现轿车里有大量过桥过路费收据 正警军人走到哪儿也不需要交费 这伙人确定是假冒无疑 随后在上级指示下 这伙军人被特警当场抓获 原来这是一伙专门假冒军人的诈骗集团 此前已经作案多起 以买黄金、安排孩子入伍、提干、上军校等为名 冒充军官诈骗多人 涉嫌诈骗金额近650万元 他们这次来苍山县公安局 是为营救身在狱中的军师徐庸启 更为荒诞的是 这个犯罪团伙中的一些成员 竟然也是受害者 根据涉案人员小陈交代 他为了加入这个秘密组织 前后共花费约60万元人民币 也不能怪小陈太天真 这个诈骗集团为了更像解放军 甚至有自己的训练基地 里面的成员平时要穿军装 占军资 统一军事化管理 日常生活基本与外界隔绝 冒充军官到警察局捞人 乍一听似乎十分荒诞 然而其背后却有着缜密的中国式逻辑 充满中国特色 刀文冰1969年生于昆明 1991年毕业于西南政法大学 随后进入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 从事刑事审判工作 他曾是马家决案的主审法官 还曾参审孙小果案 在中国国内具有一定的知名度 2019年9月 一名女子从昆明一座高楼的23层坠落死亡 警方在现场勘查后发现有打斗痕迹 怀疑这名女子是被人从23楼推下致死 随后 刀文冰便以涉嫌故意杀人罪被逮捕 根据相关媒体报道 被刀文冰从高楼推落致死的女性 是昆明中院司法技术处一位副处长 这位副处长是刀文冰的现任女友 同时也是原云南省司法厅副厅长赵立功的情妇 赵立功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调查后 他的情妇继刀文冰女友也受到牵连 刀文冰担心女友一旦被调查 那么自己贪腐的情况也会随之败露 便把女友约到某高楼上趁其不备将她推下 2020年10月21日 刀文冰因涉嫌故意杀人罪 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 非法持有弹药罪等被提起公诉 实际上在中国官场 共用情妇的现象并不罕见 官员谋杀情妇也不是孤立 2015年内蒙古原公安厅厅长赵立平 就曾当街枪杀情妇 山东德州渝城市方中村女子方杨阳生于1997年 出生时父亲方天目已经46岁 母亲有精神病是家人从外面买回来的 方杨阳遗传了母亲的精神问题 智力也偏低 但不知道是幸运还是不幸 方杨阳长相甜美 2016年方杨阳19岁时 父亲以13万元价格将她嫁给隔壁村的张炳 张炳比方杨阳大6岁 自身条件很差 婚后最开始张家带方杨阳还不错 但一直盼着抱孙子的张家 却发现她迟迟不能怀孕 有一种说法是 她因为貌美曾多次被人侵犯导致怀孕 经过几次流产之后 身体已经不再适合受孕 张家带方杨阳去医院检查后才发现真相 感觉到受骗 在得知方杨阳不能怀孕后 丈夫张炳及张炳父母开始殴打虐待她 方杨阳经常吃不到饭 冬天在屋外罚站 每天被打骂 身上没有一块好的地方 全是被虐打的痕迹 2019年1月31日 公共张吉林酒后又开始虐待方杨阳 婆婆刘兰英随后加入 他们从早晨开始不间歇用木棍殴打她 至晚上6点左右发现她已经死亡 死亡时身高1米76的方杨阳 体重只有60斤 2019年3月31日 方杨阳遗体在殡仪馆火化 火化前 方家的亲戚已给她安排了阴婚 并收取了几千元彩礼钱 火化后 配婚对象的亲属 直接从殡仪馆抱走了方杨阳的骨灰盒 网友总结了方杨阳的一生 生于拐脉 死于虐待 葬于阴婚 2021年山东省余城市人民法院作出判决 方杨阳公公张吉林判处有期徒刑11年 婆婆刘兰英有期徒刑6年 丈夫张炳有期徒刑1年8个月 缓刑3年 2013年10月 秦又辉在生意上与魏军发生纠纷 因为担心公司受到损失 便决定拿出200万把魏军给杀了 于是秦又辉找到了西广安 并把魏军的身份证复印件 电话号码 车牌号码等信息交给了他 西广安拿到钱以后 觉得此事风险太大 便将此次杀人计划以100万元转包给了墨天祥 就在西广安认为自己能白白落下100万元之时 墨天祥竟然也如法炮制 又以27万元价格将杀人计划转包给了杨康生 就在墨天祥也以为自己能白白赚到73万元之时 杨康生又以20万元价格转包给了老乡杨广生 故兄杀人的价格兜兜转转一路从200万掉到20万 你以为就此打住了吗 并没有 杨广生又以10万元价格转包给了灵险4 灵险4回到家一琢磨 这事风险太大 杀人可要偿命 于是他决定耍个小聪明 灵险4主动联系上魏军 告诉他有人花10万元要干掉他 想活命就配合自己演绎出假死的戏 一开始魏军还不相信 但在灵险4出示了他的身份证号码等各种私密信息之后 魏军觉得还是配合一下比较安全 魏军在身上抹上假血 并拍下照片交给灵险4 然后跑到外地避风头 但他越想这件事 心里就越觉得不踏实 最后还是决定报警 在警方调查下 很快便破获了这起荒诞的杀手转包大案 这个暗杀任务先后四次转手 涉案的杀手共有五人 分别是西广安、墨天祥、杨康生、杨广生和灵险4 酬金则从200万一路降到10万 2019年南宁市中院对此案做出最终判决 判处主谋秦又辉有期徒刑五年 几个杀手分别获刑两至三年 1998年10月17日 贵州凯里市某派出所副所长安坤 在回家途中被人杀害 他随身携带的配枪也丢失了 44天后 中国银行凯里之行行长乐贵剑与妻子 14岁女儿以及一位邻居被杀害 现场的子弹弹壳证明 杀害行长等人的手枪 正是派出所副所长安坤 丢失的那把配枪 这两起凶杀案随后都成为悬案 一转眼时间来到2016年 这一年凯里市经济开发区 城管局局长黄德坤 因贪污受贿被调查 就在他接受指纹录入时 指纹库发出异常警报 显示他与18年前的银行行长灭门案有关 城管局局长竟然是谋杀案凶手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此案的真相有两个不同版本 网络上流传的版本是 行长嫖娼被派出所所长抓了把柄 所长便经常利用这事敲诈行长 时间久了 行长吃不消 就请来马仔黄德坤教训所长 没想到所长反抗激烈 黄德坤便把他杀了 黄德坤与行长因跑路外逃的钱没谈妥 契机之下又把行长一家灭门 但这个版本遭到官方否认 他们公开的版本是 黄德坤年少时就与派出所副所长安坤相识 且是好友 年纪渐长后 两人走上不同人生道路 安坤考上大学 还当上了派出所副所长 黄德坤则做起歌舞厅生意 因为黄的哥哥姐姐都是警察 他的歌舞厅生意火爆 很快就赚了大钱 但后来歌舞厅意外起火 让他欠下一大笔债务 为了搞钱 黄德坤便杀害了好友安坤 并抢了他的枪 拿到枪后 黄开始蹲点银行和运钞车 可惜一直没找到行动的好机会 这时他忽然想到妻子的上司 中国银行凯里之行行长乐贵贱 觉得既然银行不好抢 不如抢行长家 经过多番踩点后 黄德坤以感谢行长 对妻子照顾的理由 敲开了行长家的门 在实施抢劫过程中 将行长一家 以及上门的邻居一起杀害 杀人之后 黄德坤并没有跑路 而是给当地开发区领导 当上了司机 由于他聪明能干 很快受到领导重用 几年后 领导就将他提拔为 开发区的干部 2001年 黄德坤又当上了开发区 城管局局长 这时候提拔他的老领导 红金周 已经是凯里市市长了 之后 黄德坤一直稳坐 城管局局长的位子 直到案发 银行行长灭门案 网上流传有多个版本 真相如何 虽然我们无从得知 但此案却留下诸多疑点 一 既然黄德坤最终目的是为了钱 那他为什么次次都是奔着杀人去了 二 黄德坤杀人后 是怎么当上领导司机的 为何官方说法语言不详 三 黄家兄妹多人在公安系统就职 他们在此案中扮演了什么角色 四 提拔黄德坤的老领导红金周 2015年因受贿 巨额财产来源不明 公开受审 他一落马 黄德坤就案发 这两者之间有什么联系 五 黄德坤在政府部门工作期间 利用职权将自己的出生年份 从1964年改为1968年 为升职还购买了假学历 这些操作是怎么实现的 六 黄德坤不止一次说有些事 不敢讲也不能讲 他到底在害怕什么 等等诸多细节至今仍然无法解释 希望有一天此案能真相大白 管死者一个清白和公道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我是文婷 咱们下次见